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总共加起来整个博览会期间呢 大概有上百场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节目 那这些讯息呢都在我们的这个官网里面都可以查得到 另外在我们的大顶棚 就是成绩转运站的这个后车顶棚下面 以及在官务署通廊的部分 我们都有这一个很精彩的这样的一些美食的 或者是在地的物产的部分的摊位 可以供到民众来这个选购或者是参观 另外我们在B展区也非常的精彩 除了原来的这个潮艺术以外 我们其实有一个新的旅游服务盒 也就是我们的正兵游客中心 过去旧的正兵派出所 那后面有一块广场的部分 那在这个广场的部分 我们也以基隆位的概念 把基隆的美食做一个呈现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举办一个大基隆市这样的市集 那另外在我们的K展区 其实也有我们的这一个整个 包括要塞司令部 要塞司令部官邸跟叫官券社 那我们有一连串的精彩的表演 那以及这个ARVR的这样的一个观展 所以我想在这些地方呢 也有蛮多的这个市集 所以这几个展区呢 我们的表演也好市集也好 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那这些讯息 还有它的展出的时间 在官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其中光雕袖的部分 不只在B展区的 正面与港色彩物重新登场 刚整修完成了文化中心 立变墙壁 也将成为A展区的光雕袖画布 那这一次文化中心经由这个整建呢 它整个立面变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也特别利用了 这个文化中心的外部墙 那作为我们的好像是画布一样 那在这上面呢 我们打了这个光雕 那这个光雕的内容呢 我们也在这个官网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demo 但我们希望大家在 城博会举办期间 能够来观看我们的光雕 那这一次光雕的主题 包括我们的起点城市 也就是这一次的策展的主题 以及山海回游 那把整个山海城的 这样的一个魅力呢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活动期间 除了有六条接驳专车 更同步推出市区公司免费搭乘的好康 让民众能好好踏遍整个基隆 基隆市长刘商期盼 透过2022城市博览会 呈现基隆市政府 七年多来努力的成果 让国人看见基隆这座海港城市的 精彩 经典 自信 美好 及愿景 邀请大家先上官网 规划属于自己的城市博览会 特别游城 在活动期间 亲自体验基隆的 缤纷多元城市魅力 记者张琴辰 基隆报道 很多家长关心这个私立幼儿园疫苗 施打的问题 市长林又昌表示 已经请卫生局与医疗院所协调安排 开立专诊 入园施打 并比照公幼一律 在6月10号前完全施打 公立幼儿园陆续施打疫苗 但许多私立幼儿园家长担心 家中孩子何时才能打到疫苗 市长林又昌说 将比照公幼一律在6月10号前完成施打 有关本市儿童疫苗的接种上面 那先前莫德纳疫苗呢 总计是接种了2443人 那此次BNT的疫苗 符合资格的是有13901人 那有6228人回报意愿 那所以总计呢 我们疫苗的一个施打完成数 会达到8671人 会占到本市符合施打疫苗的儿童数 会达到62% 另外有许多的私立幼儿园的家长 在反映诊所的接种比较难约诊 所以我已经请我们卫生局 协调所有的医疗院所 那完成这个专诊的一个开例 要为我们所有的私幼的小朋友 来进行疫苗的施打 那完全比照公幼 我一律要求在6月10号之前 也替所有的私幼的小朋友 来进行疫苗的一个施打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金融区会为了要照顾年长者的饮食健康 以送餐取代群聚用餐 特别准备了少油低盐的健康便当 结合在地海港新鲜的鲸鱼 刺少营养丰富 让长辈吃得安心又开心 厨房里团扇人员忙着准备菜色 一会儿炒蛋 一会儿翻炒红萝卜 另一头飞软煎炒过后 切成块方便咀嚼 中午时间还没到 就用区域会团扇式火炉全开 陆续烹煮佳肴 仔细看这一整盒餐盒 超级澎湃 不只使用在地的当季鲜鱼 还经过营养师调配 因为这些全都是要送给社区长辈的便当 得要特别把关 那这也是经过营养师 特别帮我们调配的 要选择 因为这个鱼啊 它有质蛮多的 然后小老人家 现在鱼节不是很那个的话 这种鱼吃得最好 没有至少 然后营养成分又高 热腾人的饭盒打包好 团三十人员骑着车 送到长潭里社区 疫情会趋缓 许多渔村长辈不敢出门 担心成了高风险的族群 又担心中午没地方用餐 进入区会请来自宫 帮忙制作少油少盐的餐盒 一一送到独居长辈家中 因为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 都是老货要争 所以有鱼味的帮忙 真的 鱼味他有这一项的活动 对我们的老人 长者他们方便很多 又何况我们就这边是 这边是鱼港 所以他发展这个鱼业 这个餐 我觉得说 刚好是很适合 我们这边的餐点 所以现在我们政府在讲究 要营养 所以鱼对我们老人更好的 因为何况现在老人都在走下坡 所以我觉得鱼 我们感到的成分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便当 觉得值得我们来推荐他的 我们这个鱼都特别精挑的 还有矿物质跟DH的群育 因为老人家太多 所以说我们用当机比较软的食材 来让他们饮食比较不会噎到这样 台湾正面向高龄化社会 政府全力推动长照 金融区会这两年在渔村 推动老人共餐服务 也获得地方的赞许 这两年在推这个 渔会长照这一部分 渔会也有 这两年有在执行 做这个活动 但因为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采取是用送的 送到孤寂老人那边 其实我们这两年来 都有在办这些老人家的 比如说音乐活动 还有烹饪的 还有各项的联谊 还有这边养生 知道大家互相来移会 好天气的时候出来走一走 让这些老人家出来外面走一走 大家聊聊天 把这个时间 就是发挥在大家的身上 来照顾这些老人家 我想现在工业社会 大家的侄女一大早就上班去了 这些老人家很多都是在家里 独自一个人 所以我想 農委会这个活动相当的好 全国有342家农一会 我们大家敬一份心 来照顾这些老人家 不管是独居也好 不是独居也好 让大家天气好 出来走走散散心 心情会更好 身体会更好 这几年过来的话 一位啊 他积极的都在推这个 像老人祭典啊 还有一些活动啊 对一些老人 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推广 说希望老人能走出来这一步 又何况又剩下又是 疫情很尖锋的时期 所以他们想说说 那让老人不要受到板斑的话 所以他们就做这个爱心便当 又相当有丰富的爱心便当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 还有我们理事长 他也很用心 他也想说 我们这边是传统的渔村 希望让老人能方便 所以他们就积极在研发这一个便当 与会结合在地特色 准备特制的便当 还贴心的送餐 要让长辈吃得健康 安心的在家度过疫情高峰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民国49年 新建完成的基隆东河大楼 因为老旧 被民众发现地基下线 支撑的梁柱断裂 甚至钢筋裸弱的情况 让住户住得心惊胆战 基隆市议员童子伟 在总质询时 要求市府提出改善措施 及避免灾害发生 墙面上大大的裂缝 连手指都能伸进去 让住户害怕的直接搬走 这里是位于基隆市 人武路旁的东河大楼 由于物理已经超过60年 加上该在南农河上 多年来又陆续征件 已经出现地基下线 支撑梁柱均裂变形 甚至钢筋裸露的情况 路面下线情况 严重到住户 必须自己该阶梯 才能从后门进出 对此基隆市长六昌 在视察西班牙 驻圣教堂遗址时回应表示 有关公共环境的部分 基隆市政府会协助处理 至于大楼本身 因为是属于失权失产 应该回归住户 进行建筑改善比较好 东河大楼 它实际上是盖在南农河上面 所以长远来讲 东河大楼 它一定要进行 相关的一个处理 因为盖在河上面的建筑物 长远来讲 它一定结构会有问题 那不过它毕竟是属于 私人的一个住宅 那公家的一个资源呢 跟公寓的预算 能不能用在这一方面 其实是有一些疑虑的 不过如果是公共环境的部分 是我们可以来积极做处理 那至于失权失产的部分 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住户 来进行建筑的一个改善 会比较妥实 同志委则要求金融市政府应该针对东河大楼 及周边房屋地基进行全面性评估检视 研议加强巩固地基的方式 避免灾害发生 并请金融市政府针对南农河上建物 进行全面性的总体检 记者张其成金融报道 七肚去中心的信仰中心 沁济公秉持七肚骂 慈悲为怀的爱心 庙方特地制赠了价值 十万元左右的指挥棒 及哈雷等等交通装备 给警察局第三分局 协助第一线远警们 更安全地执行勤务 七肚去中心的信仰中心 沁济公秉持七肚骂 慈悲为怀的爱心 庙方特地制赠价值 十万元左右的指挥棒 哈雷灯 以及太阳能暴闪灯等 相关交通装备 给警察局第三分局 协助第一线的远警们 更安全执行勤务 我们今天 听众我们的 这些用品 这些用品 我感觉我们大致是 我们要帮助政府 体制于大家姓名的感 大臣 你知道我们有必要协助 所以协助我们 治安的第一线人员 让我们当然一步融词 所以今天已经受制了 三分局分局长 亲自收下 慈悲公捐赠的这批交通装备 由衷感谢 七肚骂对警方的照顾和支持 今天特别谢谢慈悲公 因为我们警察在执行上 特别要注意安全 所以不管是爆闪灯 或是指挥棒 甚至这个哈雷灯 对于我们夜间的资讯 都非常的需要 那接下来也是 陈伯会即将开始 那我想这些装备 提供给我们 好多对于原警的安全 有大的一个帮助 慈悲公也特别感谢第三分局 原警们在疫情严峻期间 维护交通和治安等各方面的辛劳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数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 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 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 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HBO GO为HBO旗下影音串流平台 主打HBO原创内容 使用者可以透过 机上和APP内订阅 可以登录五个装置 最多可有两个装置同时收看 并支援离线下载 可跨一幕到手机 平板 电脑等装置观看 首先我们来到HomePod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HBO GO Icon 选择订阅HBO GO 选择您想要的方案 然后确认订阅说明文字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订阅就成功哦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入HBO GO 在这里选择登录 依照指示 在您的行动装置下载HBO GO APP 现在来到您的手机 或是其他行动装置 先下载好HBO GO APP 开启后选择创建账户 接着在创建账户页面 输入注册资料 来到选择付款方式的页面 选择中加宽屏logo 输入您的订户编号 身份证字后电话号码 这样就能绑定成功哦 订阅连结完成后 我们回到HBO GO首页 在设定页面选择扫描QR 将手机视窗对准电视上 HBO GO的QR码 这样就能成功登录咯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基隆就业中心特地举办了联合征财活动 总共有10家厂商 释出了235个职缺 这一次又以一家物流业公司 一次征财50位物流士最多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相当严峻 不过求职找个好工作 赚钱养家还是非常重要 因此基隆就业中心特地举办联合征财活动 总共有10家厂商 释出235个职缺 吸引相当多的民众前往求职面试 这次又以一家物流业公司 一次征财50位物流士 以及4位调派和客服人员的职缺最多 那这里涵盖了就包括我们基隆市 双北还有我们瑞芳 瑞芳工业区 那这些厂商呢 其实在长久以来 这段时间呢 他们的缺工的状况都是蛮严重的 那当中以物流 还有我们的保全业 还有我们的长期造户及传产业 那这些职缺呢 其实他们有些的薪资 从还蛮高的 从4万2到5万5 好这薪资还算高 那所以如果对我们这些民众呢 如果你对这些职缺有兴趣的话 就赶快来我们的中心 那今天没有到现场的没有关系 一样可以到我们就业中心 由我们的救服人员来做一个服务 基隆就业中心进一步表示 办理这次征财活动 都有严格做到防疫措施 希望兼顾民众找工作的需求 也预定6月中旬 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 办理更大场次的联合征财活动 因应我们厂商 还有我们的求职者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6月中的时候 我们会办理一场 比较大型的一个现场征财活动 那时间呢 在6月14 那地点会在我们长龙桂冠酒店 那到时呢 会有更多的厂商 以及更多的职缺 所以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呢 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业中心指出包括食品工业以及保全业等属于传统产业的缺工情况还是相当严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知名的旅游景点 和平岛公园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大自然的交科哦 属于冬季猴鸟的小环景横 连续两年造访和平岛公园 他们在沙滩缠乱 为了保护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原方呢 特别以漂流木规划了护鸟蛋区 也提醒游客不要扣近打扰 娇小的小环景横走进沙滩孵蛋模样相当可爱 这里是基隆知名景点和平岛公园的沙滩 园区人员最近发现 有小环景横在沙滩产下三颗鸟蛋 在疫情影响下和平岛公园游客输大检 却反而吸引许多大自然教科造访 而这已经是小环景横连续两年 到和平岛公园的沙滩产卵孵蛋 这个是小环景横 它的眼睛是金色的 它很小只 那去年是因为我们刚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公园整个是停业的状况 所以他们来沙滩生蛋 那他们习惯生在沙滩 是因为沙滩可以透水 然后又可以用地热来孵蛋 那鸟爸爸鸟妈妈 他们就会去海边把肚子沾湿 如果太烫的话 他们就会回来帮鸟蛋降温 那小环景横它的产季 大概是21天 大概3到4周 小鸟就会孵出来 那今年在梅雨季节 还有疫情这个期间 在5月26号也发现了三颗蛋 那我们就用这个 比较自然的方式把它围起来 让它可以顺利生产 看到沙滩上有三颗鸟蛋 游客也觉得相当新奇直呼 第一次看到 好特别喔鸟蛋 那是鸟蛋喔 对啊 它是海鸟 海鸟 海鸟的鸟蛋 海鸟的鸟蛋 很特别啊 怎么说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为了保护鸟蛋及鸟爸爸鸟妈妈 园区方面特别以漂流木为出一块护鸟蛋区 也呼吁游客不要靠近打扰 旁边也有游客 他一样愿意回来铺蛋 他不怕人 因为他知道大家不会靠近他们 所以还不错 那就是小朋友还有狗狗啊 在玩在追逐的时候 不管是丢球还是怎么样都不要进来这个一个区域里面吓到鸟爸爸鸟妈妈 就不然就很怕他们放弃他们的蛋蛋 基隆鸟会常务理事神景峰表示小环景行是东候鸟 经过长期观察 在基隆已经有稳定繁殖的现象 和平老公园通过管制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保护效果 也是一个很棒的生态教育场域 呼吁民众一起加入保护自然生态的行列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基隆商工行电科教师与学生将所学应用在防疫 透过业界协同教学的课程发展出多悬液无人机 由无人机下方喷洒出消毒水 对于防疫再添助力 伴随低沉的游旋响声 从多悬液无人机下方喷出消毒水 这是基隆商工航空电子科的业界协同教学课程 而多悬液的飞机形态相对于各国的农业 又是如何应用与地形的应变 并将议题延伸到无人载具的河川自动巡检 农药喷洒等相关应用 负责课程规划的航空电子科科主任严国恩指出 在现行的科技应用议题 应及时让学生了解 并期待学生从中能发挥不同创意 使新兴科技有更多元的应用 参与课程的学生说到 第一次看到农荫机那么大台的无人机 然后我也觉得无人机 在未来的趋势可以发展得更远 经由实体的课程 成功引发学生对于新兴科技的应用与认知 公民记者蔡宗和 基隆七度 财导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HBOGO为HBO旗下影音串流平台 主打HBO原创内容 使用者可以透过机上和APP内订阅 可以登录五个装置 最多可有两个装置同时收看 并支援离线下载 可跨一幕到手机 平板 电脑等装置观看 首先我们来到HomePods TV 找到Apps页面 并点选HBOGO Icon 选择订阅HBOGO 选择您想要的方案 然后确认订阅说明文字 输入个人认证码之后 订阅就成功哦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入HBOGO 在这里选择登录 依照指示 在您的行动装置下载HBOGO APP 现在来到您的手机 或是其他行动装置 先下载好HBOGO APP 开启后选择创建账户 接着在创建账户页面 输入注册资料 来到选择付款方式的页面 选择中家宽评LOGO 输入您的订户编号 身份证字后 电话号码 这样就能绑定成功哦 订阅连结完成后 我们回到HBOGO首页 在设定页面 选择扫描QR 将手机视窗 对准电视上HBOGO的QR码 这样就能成功登录哦 如果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噓 中心联系 宗